跑得真快 刚刚做出来的墨虾饼 今天刚到货 我们拆一盒 十个 这些鱼都是 年前冻的 腌之后 这个盐不用洗掉的 好香啊 这个红鱼 过年后 我们这边的鱼非常少 这些全都是之前活泼买 多 然后冻在冰箱的 现在想吃就拿出来 到时候有鱼再买 便宜的时候 再买一些冻起来 就是这样 水开了 番茄 还有这个鲜菇倒下去 这个是小白苍鱼 要点水进来 里面加了几块芋头 我们是炸好 然后再放下去的 这个汤就会浓 加点油 再来点盐 这个要放一点芹菜才好吃 最后来点香菜可以了 这个汤都是奶白色的 现在没有鱼嘛 这个小白苍鱼虽然小 但是新鲜 买回来不要碰到水 直接放到冰箱速冻 冻这么久还是这么新鲜 煮好的鱼都放在旁边 这样就不怕凉了 旁边这个煤气炉比较热 刚做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这个因为自己做的 让它做的稍微大块一点 里面的料也是比较足的 中间那一个立刻就鼓起来了 这个已经泡掉了 中小火慢慢这样煎的 非常香 金黄金黄的 10个一盒 这个来煎一点虾枣 我们这边自己做的 这个圆的虾枣 妹妹不吃 里面加马蹄 还有那个面粉 肥肉 妹妹要吃那个煎的 那个是纯虾肉做的 纯虾肉做的更好吃一点 可以了 这几个长长的虾枣是妹妹最喜欢的 这个油拿来炒菜 炒个油菜 这个菜心很转很甜的 你看 绝望皮朵 这个6块钱一斤上便宜的 我们这边的韭菜一斤多少钱 大家猜一下 我们这边的韭菜一斤30块 然后荷兰豆一斤21 那个空心菜一斤12 所有菜叫非常贵的 婆婆说这个菜心6块钱算便宜的 这个菜心6块钱真的是非常便宜的 等一下吃 妹妹进来就想要吃虾枣 来点盐 好烫 这个 这个白苍蝇 汤是奶白色的 还有一个汤 还有一个硬菜还没上 大家觉得我们这边的青菜贵不贵 真的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跳真的很贵啊 我也不知道了 因为婆婆在买菜才知道的 有时候他们也没有说买菜买多少钱嘛 然后有时候最只是这个青菜贵的离谱 就会说一下 一斤韭菜花31块钱真的是贵 主要这个韭菜来了 还有一个汤 这4块就是韭菜来 下放最好的 不过我们这边买这种猪蹄很贵 没有上面那一块大块的 那块肥肉就稍微便宜一点 今天的菜更丰盛 这里吃一条鱼 这条鱼拖出来全都是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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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